各位觀眾,看到廟宇的營頭 拿到一大天,結果不知道拿什麼 我們團隊有在這裡做解釋 好 來,這支叫什麼 哇哦 你看小朋友都知道 這個台語啦,營頭叫做飛簽 飛簽 啊這是什麼意思 小朋友注意聽 這些將軍,這些神將要去抓不好的鬼 危害社會武林的鬼 是 他都要跟陳王爺或是王爺請這個令牌 他才可以去人家那裡抓 哦,那神秘人說我要去哪裡派名 所以說啊,他們要帶著令牌出去 那以現在的社會來講 建廠要去抓壞人 他都要去換人去行政搜索票 拘捕令 就是這個藝術 我們再看第二個法性 這個是什麼 虎牌 蛤 上面是什麼虎 橋虎 跳跳虎 什麼橋虎 欸,都知道叫虎牌 他怎麼知道呢,虎牌 他就位這麼好啊 他也不是位大象啊 如果是大象就叫什麼 象牌 象牌是什麼 虎牌 象牌是人家在泰國的啦 泰國不是叫象牌 為什麼會用虎牌 因為古代他們用比較威猛的動物 來成為他們的,這個他們的象徵 這就是他們的執照,他們的政見 所以都炸虎牌 為什麼你說 團長 那其實在動物裡面 獅子應該是森林之丸 怎麼不用獅子 因為古代的中國沒有獅子 獅子只有在非洲才有 所以他們只有老虎 所以用老虎虎牌 清楚了嗎 好,厲害 再來我們看手拿這個 手銬 對,很好 小朋友都很清楚 那手銬為什麼有兩種 不知道了對不對 好 古代啊 男女有別 所以男女拿過的東西 男女不能摸 男女拿過的人 男女也不能靠 是 所以啊 靠男女的鬼有男女的手銬 有男女的手銬 有分 四四半半的是靠男生的鬼 男女的 原型的 是靠女生的鬼 女生 對 他們要分開 要分開 團長怎麼來就我這種的呢 那要用八角型的啊 現在要不 以前沒有這種的啦 再來我們看 他最穿的這雙鞋子 超鞋子 超鞋子齁 好,放下來 超鞋子 超鞋子就是 愛迪達跟Nike的阿公阿嬤 因為以前沒有愛迪達跟Nike嘛 對不對 對 對 比愛迪達跟Nike還要長 那我曾經在國外表演 那外國朋友說 哇 團長 這個鞋子好帥喔 我可不可以買 我可以買 當然可以買 只要你去台灣都買得到 你問 蛤 那我台灣的親家朋友 我叫我台灣的親家朋友去買 你問 啊去哪裡買 我說你到那個什麼 愛迪達跟愛迪達一定買不到 買不到 你去台灣的朋友 我才買不到 真的我沒有騙他 對啦 對啦 這是屬性耶 對 這是陰間的司法類警察 所以他們都穿草鞋 你看到這個 正班的就是一定要穿好 是 是 我們謝謝這兩尊 我們將軍 謝謝他們 謝謝兩尊 好接下來九天要帶來的是 喜劇變成 好接下來九天要帶來的是 喜劇變成